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今天我们继续谈精识哲学第53条 深思熟虑直到看见结果 其实这是一个所谓的经营企业 或说工作的心理状态 如果我们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工作 或者企业中的每一件大小事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今天的工作 怎么样可以让它更好 有多少人可以这个样子 其实不多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除了有惰性之外 我们其实都很容易流于形式 因此我们必须要去探讨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甚至今天的题目 我们必须要深思熟虑 来让我们的工作能够看到成果 经营企业 要建立一个企业 我们当然要好好的把这个企业经营好 特别是身为企业领导人 或说创业团队 要思考 一个企业会影响到社会 第一个员工进入了这个企业之后 这家企业公司已经是为跟员工所共有 因此我们要建立企业之前 我们真的必须要应验了今天的题目 要深思熟虑 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细节 甚至每天的工作 企业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好好地去推敲 每一个工作 每一个计划 进行之前 我们都必须要看到结果 我这边一直在强调 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固定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单位的时间内 有更好的贡献 今天我们在探讨哲学 我们在自己的心态上面 就必须要告诉自己 魔鬼就在细节里 我们必须要把每一个魔鬼都揪出来 这样子工作跟计划才会成功 企业也才会成功 因此我们想要让自己的企业 可以顺遂 可以成为百年甚至千年的企业 成为一个长存长金的企业 我们就必须要在每一个步骤上面 我们都必须要细细的 深思熟虑去推敲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甚至所有的员工 都必须要有这样的 深思熟虑的习惯 同时让它成为潜意识 面对一个工作 一个计划 我们都会先想 而且仔细的想 想出其中会遇到的困难跟阻碍 而且把它避免拿掉 这样子一定可以让自己的工作 或计划成功 也让企业得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web t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